再畫一次 然後這時候你可以就是可以去調整他的那個 眼睛的那個 他其實眼睛是有點像公字型 那在畫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習慣先畫完眼睛才畫 才畫頭髮 所以要記得眼睛跟眉毛不要畫太深 等頭髮全部畫完以後 你才去注目決定說 眼睛跟眉毛要多深 因為不夠你可以加 但是你一下畫太深的話 你的頭髮要更深 加一點點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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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